这个事情还要从19年开始说 19年年末的时候 我刚来西安那会儿 过完年的20年 武汉疫情就爆发了 直到要到3月份才开工 3月份开工的时候 遇见一个好大哥啊 那是在西安 这个大哥呢 他跟我是通行 他是做洗车美容 装导航这些东西 他是怎么认识我的 介绍他表哥 他表哥的车被撞了 他不会喷漆 他随便找地方 找到我这了 这样认识的 后来一来二去 他揭露喷气活 他就给我 就这样子认识的 在2020年3月份 刚开始开工的时候 期间有一段视频 当时我刚开始拍视频 有一段视频 送车的视频 就是给他送的 待会咱们小看一段 那会儿 是到2020年4月份 他借的我2000块钱啊 这2000块钱 就一直截止到今年今天 才给我 但是呢 也没给够啊 咱们一会儿看一下 聊天记录 他是2020年4月份 借的我钱啊 我2020年11月份 我的手机被偷了 这是新换的一个手机啊 从11月份开始 然后我说 给我转一下 给他打电话 不答应啊 这都是 我说一句话之后 他不搭理我 我然后 我不可能一直老催着药 我也感觉那啥 然后我就过两天 这过两天呢 还是不搭理我 我在嘛 又不说话 11月30号 然后到12月13号 然后我说 交房子呢 又不搭理我 然后就挺到2021年3月份 我就说 因为那会儿 我跟他表哥聊过 他表哥到现在为止 也一直在我这里包养啊 然后要的电话 电话打不接 才跟他说的这话 因为我的电话打以后 他不接 我换号码 他还是不接 后来就把我的电话拉黑了 我才跟他这么说呢 我说你非跟兄弟这么玩 是吗 然后我说我把你当哥 借钱给你 但现在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我说那咱西安就别见了 对吧 时早有一天会见的 我说你放心 后来又打了四个 就没接 这是到2021年3月份啊 截止今年的话 就一 也是一整年了 刚才看的那个 是我的手机的聊天记录 截止到去年的3月份啊 从那以后 我就一直 没再跟他联系过了 而且他也把我手机号拉黑了 所以说也就没有联系 搁置了一年 到今年 现在今天 我看 到截止到今年今天 3月20号 才真正的 撩到了 虽说手段有点 收不住口吧 但是也算是要到钱了 这个 这个 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媳妇的手机 然后 我拿我媳妇的微信号 去夹在她的微信号啊 才夹到了 仅用了四天时间 就把她给调出来了 完全 就是说 约 找一个地方 约出来的 咱们看一下 聊天记录吧 我夹在她 然后我跟她聊的一步一步的 周二的时候夹在她 今天周六啊 总共四天相当于给她约出来的 当时10点12 加在她 我说加一下 然后 我媳妇的头像 我给遮住了啊 周二 10点41 也就是半个小时以后 她通过的 她说你好 你是 你在西安吗 这是 跟她聊的 这名字呢 是我编的 在哪 在西安呢 名字好熟悉啊 这都是我给她发的 我一听 累不累 这就好调 知道吧 这就 然后让发图片 她先发的她的图片 这不用说 这这我认的啊 然后我就随便找了一张 网络上的图片 这个咱就不看了啊 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就不能聊了吗 对不对 然后我就随便说了个地方 上班呢 卖衣服呢啊 然后就聊呗 也不能急着聊 就是一步一步调着她呗 意思是 然后给她发 萌萌的表情包啊 她其实防禁防备心理也挺强的啊 她问我是弄车的吗 我挨个给她发啊 然后 她说她住哪儿 后来问我住哪儿 说的 我今天休息 就今天休息 然后就把她约出来了 只随便找了个位置 我对那块也比较熟啊 胡家庙那边 因为一开始就跟她说的 在胡家庙住 然后在房子干嘛 刷手机呗 你多大了 二十五 行那等 等你 到小区了 打电话就行了啊 这就没了 她中间打了个语音电话呢 我让我媳妇接的 因为她怀疑 还是怀疑啊 怀疑不是女的 知道吧 这不是 这打了个电话呢 给她发完位置 打了个电话 然后 让我媳妇接了一下 这就到这尬了 就已经带住她了 咱们接了 看一下那个视频 现在是下午的几点了 三点了 三点半 三点半 拉门拉门 走走走 时隔两年了 终于该出手待她了 今天这小伙子 有个爱情来了 呵呵呵 这只能接着大喊 得着了 哈哈 小伙子 终于该扔了 踩着跑 跑她能跑得掉吗 就穿白衣服这个 穿白衣服这个 就这个 别走了 别走了 你再过来了 你说我咋过来了 我约着你 哦 我看 咋了 你说咋了 咋了吗 你说咋了 咋了 钱呢 三十号吧 你别三十号 我们就能过去捅火了 你别三十号 好好的 你啥好好的 好好的你 你别三十号 我就把钢弄完那啥过了 弄完啥 你别跟我说 你别跟我说 你 一年多两年你都不给我发个微信 我哥不是有你的吗 你哥有我的你哥都不知道你在哪呢 我哥我都成了破案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哥在哪我现在只知道你在这呢 住好好的你赶紧赶紧 那是哪里多钱了 什么 一千多吗 两千 一千 两千 这不是把那啥给你了吧 啥呀 那个机油 啥机油啊 你好好的机油 那不是我那天 我拿过你一毛钱东西没有 你那天早上我是不是给你的机油 你啥时候给我机油了 那天早上 哪天早上 哎呀你那天我不是过来给你拿了一 拿两口机油 你别说那个你借我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钱就行了 你不是要 这么白 你不行那不行 要不就都到30号30号 我现在竹鼓上班了吗 等不了真等不了 来你看你看 我不看 我不看 不是不是 我不看我要我要有我现在就立马找给你啊 我不看 过去我跟你说这个钱肯定是要给 知道吗 咋了 不可能 你说的话我跟我伙计在这说 这才兄弟 我现在都跟你说这个钱你肯定要给 你花钱就行了办法谢谢 行弄死我 知道吗 我这不是跟他说了 你弄死我 你弄死我 这死吧你要说没话不用说 你这什么我跟他说着呢 你那是给我弄错 对 还弄错 我跟他说什么呀 不用说 我说钱今儿你肯定得给我 知道吧 钱今儿你肯定得给我的 你三十号三十号给你 不三十号 你先听我说话呀 我不听 三十号的 没有 这么长时间你接过我一个话吗 咋没给的 我是不是把你当兄弟了对不对 你说这钱我借给你了没有 借给你了没 到最后了给你发回信一个也不回了 你再凡回去话 咱里亏不 你先听我说 我是不是把你当兄弟了 你说 你说你妈 生病了我立马借给你钱 那不是就住院吗 对不对 我不管你啥情况 你给我要我借给你了没有 对呀 你的后来呢 后来不是那啥 那边店不是出问题了吗 你回去话了没有 你 电视搬走了 卧槽 我没搬 那是 那时候那是给人弄出去了 别管搬没搬 你走了对吧 你店里头 我找不着你人了对不对 找不着你人了 你然后你微信也不回话了 没有 那时候我不是给我哥说了 我哥不是经常去你那呢 你哥去我那我给你哥说 你哥怎么说你你知道吗 你哥说 他都联系不到你 还说我 让我别把钱借给你 你哥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说好好的 你今儿肯定得给我的知道吧 你哥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哥说你把钱借给他 这人生地不熟的 还有借钱的 我说我把你当兄弟 我把你当大哥呢对不对 你给我介绍那么多活 那活少啊 那么多了 咱先不说活多少 先不说那个 我也没差你事吧 行行行 你先去跳上 我不听你说 我知道 车不给打你这种 我先给那个 你这样 我打个电话 我现在就说 你知道我先给转一天 然后 30号 我那边给我发工资了 你过来 不可能 就是肯定得传展了 你好事都想不想 不可能 好好打 我够好好的了 大哥 两年了 你借我钱 兄弟给你发 你一句话都不再放的 我问你哥 你哥去我那保养 我问你哥 你知道你哥怎么说的吗 你哥说他都联系不到你 说你把钱借给他 他说了 对呀 我并不是说把你哥卖了呢 你哥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跟他人脸 你哥说 你哥就我让你哥告诉我 你位置在哪呢 你哥都联系不着你 我这个时候 我说我妈病了 你一句话都不再跟兄弟说的呀 我跟你说了 我说缓一缓 你啥时候跟我说了 自从你搬走了 我找不着你了 我给你发多少微信 我跑了高 我没发多少微信 你没看见吗 我那时候出了点事 你别跟我说出个事 出啥事你跟我说句话吗 那时候我妈住院癌症 我跟我哥闹翻了 我让我哥拿钱我哥不拿 咱先不说别的 咱先不说别的 我把你当大哥了没有 当了你怎么做的 我够好好的了 你也听说 我不听 我今天啥也不听 你知道吗 费这么大劲我把你约出来了 我就是哥们弄了个车来了 一年多 那车是我自个儿的车 你先说说 我今天我要是正有闹的话 今天不会出来接这个活 我今天弄了导航 想吃四五百块钱 就扔四十块钱了 你别管想挣啥 我是当兄弟的 是当兄弟够意思了 知道吧 我够意思了 你今天肯定得把钱给我的 要不然没得说的 真的 你还听我说 我现在给大家放车能不能动 一听话呀 然后先给他给你 我不听了 两千块钱一分不少 我借给你的钱 两年了 你连一句话都不带给兄弟放的 只有两年了 钱 我是 前年年初 搞戏呀 我走的时候都不走到六月份 七月份了吧 年初借给你的是不是 四五月份借给你的 对不对 六月份走的吧 两年了 六月份 到现在马上两年 马上两年 对呀 你说句话了没有 你让兄弟寒心 真的我把你当大哥 在西安咱 别说多少 我就想这是有个朋友挺好的 结果呢 你连屁都不再放了 我那不是我妈 你又不知道啥情况 我妈不愿 我知道啥情况 你给兄 你给兄弟说句话呀 后来后来是不是主席给你说了一块 你问我有买我说那是缓一缓 然后我那个店不是赶紧就也 缺钱缺的厉害 做钱是十几万 我把我那个店弄出去了 然后去长老婆在特朗普待着 这没办法 那你给我回句话了没有 你一句话都没带给兄弟回的 那时候上班我妈那一天我一买跑的一天 你再磨你晚上给兄弟回个话 咱就这样当路人了是吗 不是他把一两万要 那 不是说钱多少 你哪怕二百你也是该兄弟的对不对 你这样 我不是这我别的 啥也不听 你就今天把钱给兄弟去完事了 你看我给你发消息 一年多没给你发了 我给你发消息你回一句话了没有 那时候那时候啥时候你都不知道 我把你当大哥了你把我当啥了 你把我拆勾里了 我低价给你 然后你那小伙过来了 不说了 还有个车了 不说了我没见你就 真的 你要这么说 我真没见你就 谁他妈见谁孙子 你问那小伙 谁见谁孙子 我就这么跟你说 我说话我对天发誓 你问你那小伙呀 你问哪个的我没见 你够三桶我够哪里桶 你就把我的钱给我就行了 好吧 我也不说别的了 还不够好好的 你让我咋好好的 大哥我借给你钱 我不是 你借给我钱我 结果你是为了帮助我 我背一句话啥也不跟你谈了 两年之后 你说我啥心情 大哥 我把你当大哥了 你把我当啥了 我还不够好好的 你是这 你看 你的小伙确实拿了 我没有跟你在这胡说八道 我说了我没见机友 我一毛钱都没见 你问你的小伙你要么就把他拉过来 咱一块问 你这顺顺叫之后我就一块说清楚 问谁我也没见机友 见就见了 没见就没见 男子犯大丈夫说话 吐吐吐吐吐鸟 你问那小伙你把那小伙你把那小伙叫了 咱一块说清楚 我给你转 这小伙打电话 然后你打过来 没见就没见 知道吧 你给他小伙打电话 咱都问清楚 你就把我的钱给我就完了 把我 借给你的钱 你给我扫了就完了 我给你扫了 你先问我扫行不行 不问了你就把我的钱扫给我就完了 你要这印证这么来的话 我先给你扫一千五 然后你让那小伙问 如果没有的话 咱再说 我先给你扫一千五 你把那两个机友不清楚再说 你什么机友你值五百块钱呢 两桶一桶二百二的 你从二百二你得给我扫一千五百六吧 行了行了行了 扫吧一千五百六 我也不说了 连你 连你哥去我那保养 我那时候给我哥还说了 我说 那时候我说我说我说 你哥说你都从来没跟他联系过 一千五百六 一千五百六 咋子咋子说了说了 既然到这地步了 真的咱在西岸真的 我把你当大哥了之前 你好好打 我还不够好好的 我把你当哥哥了 对不对 你说借钱 我那时候分两批借给你的 我说我也没钱 微信是不是给你转了个六百 然后支付老给你转了一千四 对不对 这个我知道 这个你知道 那是我跟你说过的吗 那确实着急 癌症 发症后来过了有半年 我给你发消息 你一下子都不带给我回的 那时候他老家办事 办事办仓让那些乱七八糟弄的弄 弄了几个月了 哇天哪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当时那时候什么情况又炸了疫情 疫情勾子乱仗 然后炸人的事都把扯徒子弄的给我 我是不是把你当哥哥了你自己说 啊 对啊你后来 笨了你一句话都不再给我回的 我都给说了 说了咋说了这个时候 你回一个消息你说兄弟 哥现在 在这段时间的确紧张 我绝对不说啥 你看你搬走喽 十多天我都没给你发消息吧 我再给你发你都不吊我了 不说了不说了我走了 走走走 走回去回去回去 你要是要睡咋样 不咋样 回去走不好 不好干 哎 你也不用看了 我不行 前段时间我还 他妈的我之前就给我给我打个招呼 我说你要去那说一声 你跟我人家说你联系不到你 这车就是我的车 过年的时候还就不在他那 这车就是我的车我给你发的 走了啊 有事打电话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妈的以后撩个面都得慎重了 差点货